炒白菜切记不要直接下锅炒 今天教你个诀窍 做出来好看又好吃 而且非常的下饭 把大白菜一片片的掰下来 然后把白菜帮和白菜叶子分开 用刀背把白菜帮拍一拍 这一步的目的是为了在炒的时候 白菜帮更容易入味 然后再斜刀切成片 每天都在废勤旺时 偶心地学的焦灼菜 能给个小红星鼓励一下吗 感谢大家的支持 切好之后装入盆中 然后再加入半勺食盐 然后用你的右手充分地抓拌均匀 由于白菜帮的含水量较高 把水分腌制出来一些 这样在炒的时候就不会大量的出水了 而且吃起来口感会更加的脆嫩 抓拌均匀之后 把冰箱放白菜帮里腌制十分钟 我老婆想吃麻辣香锅了 今天就再教给大家一个 非常简单的做麻辣香锅的方法 准备大虾丸子和爱吃的蔬菜下锅煮熟 起锅烧油下葱姜蒜炒香 好吃的关键就是加入一袋麻辣香锅调料 炒香后加入煮熟的食材 然后翻炒均匀 美味的麻辣香锅就做好了 麻辣香香 开胃又下饭 真的太好吃解馋了 好了 接着把白菜叶子撕成小朵 下面来调一个非常重要的料汁 往碗里面加入食盐 鸡精和白糖 再加入少许的老抽 然后再加入一勺生抽和两勺陈醋 再加入一点清水 接着再加入一勺玉米淀粉 搅拌均匀之后备用 好了白菜已经腌好了 我们看一下腌出了很多的水分 然后再用清水把白菜帮清洗一下 洗去多余的盐分 尽量用力的把水分挤出来 然后放入盘中 锅里加适量的食用油 放入大蒜和干辣椒炒香 然后放入白菜帮煸炒 大火翻炒 把白菜帮炒软后放入白菜叶子 把白菜叶子炒软之后 倒入刚调好的料汁 然后再稍微翻炒下 即可出锅装盘 用这个方法炒出来的白菜 好看又好吃 特别的下饭 再搭配上美味的麻辣香锅 真的太好吃解馋了 喜欢就赶紧做给家人尝尝吧